在回到南投这里,日月潭是台湾知名的观光景点之一,想要片蓝日月潭风光,爬上山,鸟看日月潭是最好的选择。 下一站我们就来到南投玄奘寺,沿着黄湖公路可上玄奘寺,而玄奘寺供奉的是唐代高僧玄奘大师,在唐朝佛法能够兴盛流通,有赖于玄奘大师请往印度取经,历时了17年才回国,所得经书有657部,他与弟子翻译了其中的75部,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共性卓著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玄奘寺供奉寺也供奉玄奘大师灵谷设立,更增添寺院内涵。在这里,外观建筑和田园设计也有很大学问。 玄奘寺建于民国五十四年,回访唐寺的建筑,地理环境绝佳,往前可以看到日月潭全景,后裔青龙山,地理师称此地名为青龙系珠,在前庭的造景就极有特色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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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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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